中国的宋代常常被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它同时也是影视文化的一个高峰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道简单的宋代菜谱 酿鱼 雅致的宋代人有四项爱好 烧香点茶,挂花插花 西班显示,不亦累加 在宋代人的菜谱里 也处处透着这种对生活情怀的追求 太平广季里就有对酿肉的记载 它的特点是肉中腮肉 打破了大多数人对酿菜的刻板印象 我用了在日本超市可以买到的青鱼 也可以选择其他刺少的鱼类 将鱼的两面用盐、洋葱粉等调味 也可以撒上橄榄油 让它能烤出焦一点的味道 宋代的做法会先将鱼烤熟 再塞肉进去 在猪肉末里加入豆腐干、笋等配料 然后撒入葱花 调味 关于可以酿的肉 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记载 比如北味农书齐名药树里面就有把肉塞进阳肚的做法 而原朝的酿烧兔则是把饭和肉放进一大只兔子里面来增加米饭的香味 南北朝流行的酿白鱼则是把鸭肉丁放入两尺长的大白鱼里面烤熟 把肉末放在冰箱里冷藏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肉末放在腌好的鱼身上 用肉末在鱼肚上开上浅浅的一层 除了猪肉之外 我们也可以把冬笋、蘑菇、火腿等用油炸熟塞进鱼肚里 或者放在鱼的上面 铺好肉末刷上酱汁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鱼放进烤箱 为了更好的模仿古代的炭火 我使用了空气炸锅来做这道菜 把空气炸锅设置在400度烤20分钟之后 这道酿鱼就做好了 大家也可以根据鱼的大小 调整烤的时间和温度 把鱼翻过来 带皮的那一面焦香鲜嫩 带着诱人的烟熏味 而被塞着酿肉的那一面 鱼香和肉香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食用起来口感异常鲜美 希望大家能喜欢 这样用现代方法控制的古代佳肴 体会到送人对吃独特的情趣